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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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批第二批的航天员都是从空冰飞行団里边选拔的 随着咱们国家战争航天的快速发展 我们到了空冰站阶段 第三批航天员我们的选拔就是特别侧重于空间科学研究、空间科学实验这方面 那么就从航天背景的或者工程背景的这类的院校等等 或者是已经工作了的一些科研人员里面选拔飞行工程师 然后在科学院所去选拔科学家航天员 我们现在的神舟飞船就是三个桌椅 那么我们满寨的时候就是三个人去 一般来讲01号我们经常说01号 01号就是驾驶员也是指令长 02号一般的角色就是飞船工程师 03号是载客专家 但是其实分工没有这么特别的细 他们有共同的地方 你比如它训练上对于超重、失重、还有一些医学实验等等 他们是相同的 但是在分工上飞船工程师偏向于飞船的运营和维护 那么载客专家的任务更偏重于空间科学实验和空间科学研究 我们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已经启动了 第四批航天员跟第三批航天员有一个小的区别 就是要在港澳地区选拔一个载客专家 将来的航天员选拔都会与各种类型都有的 不是光是空军的飞船员或者海军的飞船员 其他方面工程的、科学家的 甚至将来我觉得我个人的见解 如果空间站发展很迅速 我们的比如教师是不是能到太空去给全国人民上课 或者是像主持人是不是会不会到太空去给全国人民主持节目呢 都有可能 首先还是在身体储备上、心理储备上、思想储备上 还有专业的储备上都还要足够优秀 可能才能在前期进入国家 最基本的条件还是身体条件要求 但是这个标准也是随着战车航天的发展也在变化 比如我们那个时候升高到现在在172 现在能限制到175 将来会不会更高我觉得也完全有可能 不管现在是什么条件 你必须得知体美劳全面发展 你才能将来上台空 训练项目让我们总结的就是八大类100多个项目 这个八大类就包括基础理论方面 专业基础理论方面 还有救生训练、专业技能训练、大型研合练等等 还有人全见地、大型联合演练、飞行训练、心理训练等等 最主要的是了解航空航天这些知识 然后航行器的这些原理和知识和操作的技能 然后最重要的还是心理数字方面也很重要 身体的问题就是因为太空条件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一个我们叫特殊环境下的训练 雷心机训练 还有这个转椅训练 晕不晕车、晕不晕船 这一关可能要刷下不少人 建造阶段它是一个舱一个舱的组合 然后把空间站建成、建造完毕 那么我应用发展阶段 那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开展空间科学研究了 这样该是我们的主题 科学实验是主要的 当然我们的困难站需要运营的维护、维修 然后我们的设备的不断的变化 也需要很多工作去做